为了关心偏乡小校、执政团体 大苹果小太阳活力平台 专程汇集社会众多的爱心资源 来到新一项容纳国小 并且邀请同龄国小、荣华国小的学生 来参加一系列的活动 也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与礼物 要让偏乡的孩童感受到社会满满的温暖 我们是这次举办这个活动 只是想要让偏乡的小朋友能开心过瘾节 我们准备了食物料美食料理 还有那个小朋友的连土DIY 希望他们能开开心心 然后试得开心 还有请我们的那个花式直升机表演 还有待会的那个扯铃活动 扯铃表演 对 对啊这边帮那个小朋友异捡的时候啊 那个小朋友很可爱 都很虽然年纪这么小 但是都对自己的发型 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 那捡起来 我们也站站经历的捡 还好捡出来他们都很开心 活动中除了有许多DIY体验以外 更有许多义工前来烹调料理 希望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饗宴 就一般人家对厨师的认知就是爱赌 或者是爱喝 啊与其他把那些钱拿去喝 拿去赌 那就会给一些需要的人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集资 对 有钱出钱 有利出力 然后大家来这边工作 就是都没有目的 就是只是想要让大家开心 活有利益上的目的这样子 对啊 我们每次看到小朋友很开心 我就很开心 感谢我们罗纳国小 张顺校长邀请 让学生孩子呢 让他们呢 有机会展现平安子所学的小提琴之外呢 也可以参与这个DIY的活动 还有直升级的活动 校长也强调相当感谢大苹果小太阳的协助 让学生们有一个难忘的经验可以好好学习 我们大苹果小太阳的志工们特别办理这个活动 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过一个别出心裁不一样的活动 特别是在我们偏向地区 小朋友比较没有机会品尝到各式的美食 或者观看一些有趣的扯铃表演 或者说遥控直升机的表演 还有我们种植连土的制作 对他们来说都是觉得非常的新鲜又非常的有趣 那我在这边呢 特别谢谢我们大苹果小太阳的志工们 我希望这样子的有意义的活动能够继续 活动中主流DIY体验以外 也有遥控直升机表演 校长们对此也相当感谢平台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人更加的关心偏向教育 记者邱平逸新立采访报道